您好,大家好,みなさんま,こんにちわ, 紅顏说日本。 这一期呢,我想再选择一个日本人讨厌的性格, 来给大家分享一点来日本社会生活的常识。 那么今天我想选择的一种日本人讨厌的性格, 用日语说就是德西巴黎,德西巴黎是什么意思呢? 写出来一个汉字是出口的出,出来的出, 后边都是评讲名,德西巴黎是一种什么人呢? 我们查查字典,字典上说多嘴多舌多事的人。 其实我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说, 日本人所谓的德西巴黎就是我们汉语里说, 把自己不当外人的人。 大家在一起做事情,自己来了以后就指挥, 你干这,你干那,好像自己就是主人。 所以呢,或者说别人说的话,别人做的事, 自己呢,不属于这个主体, 在旁边乱插话,乱搭枪,乱讲自己的主张。 所以呢,德西巴黎是日本社会讨厌的一种性格, 讨厌的一种人,大家记住了吗? 我们中国人也讨厌这种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人, 但是恐怕没有日本社会那样更讨厌。 所以,不管是德西巴黎,还是我们前面说过, オスソワケ,还是ウンキセガマシ, 这些呢,综合起来都是一个日本人比较低调内敛的特点。 所以呢,低调内敛,你觉得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的话, 恐怕就应该理解到它是日本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。 如果您想在日本快乐的生活, 那请您记住,尽量不要多嘴多舌, 把自己不当外人,让人生厌。 好了,今天的红叶说日本就给您分享到这里。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,快乐相伴,一起成长, 下次见,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